法国罗浮宫从2005年开始跟当代漫画家合作漫画出版计划 艺术家们可以在壁馆之后自由地在罗浮宫游逛创作 唯一的限制是你一定要以罗浮宫为创作主题 这一批两百件漫画有以冒险漫画文明的荒木飞旅燕 还有以美食漫画走红的谷口智郎 罗浮宫漫画最近也来台湾展览了 邀请了台湾七位漫画家各自发挥对罗浮宫天马行空的想象 罗浮宫要对现代艺术打开大门 每一部漫画都以法国罗浮宫的展馆人物或是典藏作品作为主题 这是罗浮宫自2005年启动的漫画出版计划 由漫画家创作罗浮宫魅影 将馆内知名的红厅赋予神秘的幽灵故事 展览首次跨入亚洲 邀请七位台湾漫画家一起加入 罗浮宫的导览员 他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老先生 那他负责解说馆内的作品 但是他不太喜欢游客观光客 那他在这个他的工作过程当中 他喜欢独自跟这些艺术品相处 跟大师的作品相处 他认为可以跟他们对话 知名漫画家麦仁杰画了一个导览员 跟机器人的故事 这次参与的台湾漫画家 包括阿推 小庄 都是去过法国安古兰漫画节的作者 罗浮宫漫画这个系列的创作 它有几个有趣的事情 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说 他们是所谓的叫做cap launch 就是这个法文的意思 有点像空白支票 就是给你一张支票 你自己填 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但是只有一个唯一的要求说 它要跟罗浮宫产生关系 漫画发展至今已超过一百多年 法国将它定位为第九艺术 十一年来 罗浮宫邀集欧洲 日本等第十四位漫画家 进入传统艺术殿堂创作 并带来两百件原画手稿展出 出版计划中维二的日本漫画家 有文明于80年代至今依然活跃的荒漠飞旅宴 他安排笔下的主角 进入罗浮宫展开冒险之旅 还有以孤独的美食家走红的骨口智郎 画下在馆内跟王妻灵魂 浪漫相遇的事件 漫画在当代艺术的价值持续改变 罗浮宫对当代艺术打开大门 你不在这近期呢 你不在这两个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